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文博旅游持续火热 市民游客漫步在各类历史建筑遗迹遗址里沉浸在各大博物馆当中 与文物互动和历史对话感受中华文明之光 我国拥有76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 1.08亿件套国有可移动文物 40项世界文化遗产以及4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 是名副其实的文物资源大国 近年来我国加大力度推动文物建筑保护修缮和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 推动科技赋能遗产保护工作 向世界展现我们的历史文化基点 从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 古迹里的中国 关注各地在文物保护中的新思路新亮点 第一站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长城 古迹里的中国 今天我们来打卡京畿长城国家风景道 这里是北京市昌平区的南口镇 我左手边的就是九富盛名的居庸关长城 一路走来我发现 今天沿着风景道自驾和骑行的游客络绎不绝 部分路段不仅能够近距离地领略 巍峨壮丽的长城美景 还能够体验美不胜收的秋日风光 准备去八达顶长城 一路沿着长城再走 欣赏一下秋天的景色 路上看到很多旗游 有一块加油鼓劲的 还有返城的 今天骑车过来是什么感受 出来全都是风景 一路都是风景 军官要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京畿长城国家风景道主线 自西向东贯穿了北京六个区 全长约445公里 辐射联动了八个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 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北京段建设的标志性项目之一 依托长城资源和便捷的交通网络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 依偎在长城怀抱里的石霞村热闹非凡 临近中午 大批食客聚集在长城脚下的小院里 享受乡村美食 味道挺好的 城里的都是光炒土豆丝 它加上他们的山里的蘑菇什么的 这块很不错 就是闹钟取静 再去八大岭长城那边拌一下 餐饮这边也是提前 两周就都已经掉满了 以长城脚下的特色为主 特色菜有鹤氏酱猪脸 火勺也是兴君打仗的干粮 还有盐情的特色豆腐 长城边上采的野菜 石霞村始建于明代 曾是居庸关北部的重要关口 如今的村子里 长城 古堡 练兵场等遗址 与网红民宿 书店 咖啡厅 古今交融 各式农具也让前来体验的游客们兴致勃勃勃 带孩子们完了感受一下长城 然后在这个比较特色村子里边 休闲一下 放松一下吧 正准备出去上山爬山看看长城去 我们那种小的时候住的就是这小院子 所以你来到这以后就感觉 能勾起你童年的时光那种美好的回忆 国庆假期 北京市延庆区长城沿县的石霞 礼炮 南园 岔道四个乡村旅游重点村 共计接待游客超2.4万人次 同比增长22.6% 除此之外 北京还在打造长城沿县采叶林景观带 推出长城文化带古术主题游 红色主题游等线路 开展部分长城官宝试点活化利用 接下来我们还在主线的基础之上 在做一些支线的工作 更加丰富长城风景道的体系 打造一条系统性的 全日性的这么一条旅游线路 围绕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长城文旅融合液态不断丰富 多个长城景区都推出了液游活动 国庆假期 北京密云区司马台长城脚下的古北水镇 和延庆区八达岭长城液游氛围浓厚 璀璨的光影中 长城如火龙般在山脊奔腾 游客可以身着汉服 沉浸式观赏体验 英雄戍边 茶马护士等主题演出 也可以坐着摇鲁船 慢悠悠欣赏沿沃的夜色美景 据统计 国庆假期 北京八达岭景区共接待游客46.5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加1.9万人次